风田的混动系统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 50万元的普拉托真的就不值得购买了 或者2024年了还是这样的一个表现 好 我们现在就去加入站 就去把邮箱加满 看一下它的邮号到的最多方式 如果说现在要你花50万元左右去买一台 风田的越野车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认真考虑一下 想一下3.0T6缸插混的坦克7版新能源 价格便宜的10万元左右 而方身帽85云眼豪华版还有可变主义悬架 不管怎么说 全新普拉托这次即便没有绿牌 但是2.4T涡轮载压发动机 以及电池电极组成的H1混动系统 像我们之前测过2.5亥兰达的混动 已经给到我们足够的惊喜 风田的混动系统 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 所以我们这次的百里挑战 就要看一下全新的混动普拉托 在日常的程序驾驶 以及程序的油耗下 能不能拥有非常惊艳的表现 首先我们去往加油站 把油箱加满 加到油箱口可视的位置 再把油表清零 空调设置为22度两挡风 驾驶模式为经济 然后四驱模式保持CH 今天我们开的这台车是售价 51.98万元的全能T5X5座版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整个普拉托车系里面 销量最好的版本 但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价格确实是有点不太便宜 也甚至有点贵 究其原因为什么你会觉得普拉托很贵呢 我觉得还是因为这台车它的定位 相比10年前的普拉托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那么首先在这台定位 先是一台硬派越野车 再骑是豪华SUV 那10年前你想买一台 飞承载实在大量的豪华SUV 那么普拉托基本上是 你在50万元左右唯一的选择 那么现在你的选择会变得很多 但是50万元的普拉托 真的就不值得购买吗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这台车的动力系统 2.4T的H1V混合动力系统 整体的动力表现 我觉得除了在120公里以上的时速 相比老款420V6的普拉托 会以底气有所欠缺之外 在城区80和80公里以内 完成了对上一代普拉托 所有动力方面的付款 它们的4T加电机组成的混合动力系统 它的电机是为以发动机和巴速自动变成之间 那么最大可以输出36千瓦以及250牛米的扭矩 配合1.8千瓦式的涅氢电视组 不要想看普拉托这套电机的速度 它基本上避免了发动机在涡轮池下最恶劣的工况 在小油门的状态下15公里以内的时速 它基本上是全靠电机来辅助起步 匀速行驶的时候 它也会切换成电机驱动 只要你有更高的动力请求 那么在后台位于怠速状态的发动机 就会立刻进入 车速在80公里以内的时候 它的电机也会持续的辅助进行一个动力输出 同时抹平变速箱的换挡和顿挫 那么在车速超过80公里以后呢 这台电机就已经超出它的工作范围了 所以全新普拉多最佳的动力区间是在时速40到80公里左右 现在是又有劲又有水油 同时它的油煤响应还比6缸4.0的普拉多更快 但是呢我觉得在一些降挡的低速度降挡方面 还是会有一些小的匹配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ECO模式下 它的一个电机是属于强动能回收的状态 它电机在进行能量回收 那同时的挡位又在往下降 所以在城里面十几公里的这种时速蠕动的情况下 还是会一些变速箱降挡这种闯动的感觉 那么如何避免在低速情况下这种电机能量回收 和变速箱降挡之间的匹配问题呢 我觉得切换到它的normal模式 这个时候能量回收的力度比较小 发动机降挡的时候它也能找到合适的匹配 好 我们现在刚好过了50公里 我们在平均时速26公里的情况下 它的平均表显油耗是11升每百公里 所以对于这么低的一个平均车数来看的话 最静命性的提升我觉得也是提升全新一台普拉多这种 车厢质感的一种方式 而且配备了这套265宽度的邓陆浦AT胎 整体也是比较偏公路属性的 它属于一个轻度越野的AT胎 所以它的态照控制我觉得在全新普拉多上还是匹配的非常到位 开车厢质之后我还是必须要表演一下 全新普拉多它的这套空调系统 以及中配版车型就配备了这个座椅通风功能 三档可调左右附加都有 而且整个这个空调界面包括按键 基本上就是把它打得一条搬过来了 非常好用尸体的按键一目了然 即便在今天这种表显38度气温的情况下 22度的风 智能 两档 吹得我都有一点头疼了 而且你看普拉多也是没有带影丝玻璃的 全车也是非常通透的 即便有阳光晒在你身上 你还是会感觉到这台车的空调 真的有传统日系车的一些优良传统 那么在悬架的风格上呢 我觉得全新普拉多就不是熟悉的感觉了 跟上一代车型的行驶的调性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差异 比如说这种硬颈盖或者是减速带的时候 它整体车身还是会颤 那同时呢这个避震的阻移又调的比较硬 可能也是为了去提升这种日常驾驶公路的操控性 所以相比上一代的普拉多 它的弯道的控制能力和操控 我觉得提升还是比较的明显 另外呢全新普拉多也标配了一套 Toyota Safety的L2级别的驾驶辅助系统 那这套辅助系统我觉得非常好的点是 它在一些大曲率的高架上 它也可以保持车道居中 没有什么画龙的迹象 而且它的车距控制真的是一把好手 距离前方车辆很远的时候 它就开始有一些对车速进行控制轻微的自动 它整体的自动过程是非常照顾到你 车厢里面乘客的感受 所以你坐在副驾的话 你是基本上感受不到这是一台车的驾驶辅助系统 在帮你煞停 作为台售价高达51.98万元的车型 我觉得这台车还是有不少让人下头的地方 首先呢就是做工还是维持在了20多万元 30万元汉兰达的水平 你看整个IP台这个中控装配工艺松松垮垮的 而且下方IP台这个位置感觉也马上可以搬下来了 而且主架的一个腰部支撑也只是可以调前后不能调上下 并且它的一个后视镜防炫目居然还是手动的 到2024年呢 全新普拉多它的车机带了CarPlay居然还是有限的 当然比较好的点是 虽然全新普拉多全系都是除了最低配 都是10个扬声器的音响系统 但是呢据说网上述啊 它用一套先锋的主机 相比其他的丰田车型 音质各方面还是要好很多 好 我们现在呢刚刚跑了100公里 我们看一下它的平均车速是27公里每小时 平均能耗是10.2成 好 我们现在就去加油站 我们去把油箱加满 看一下它的油耗到底是多少 啊 到底啊 哦 次 啊 哦 哦 结果我们刚才的实际加油显示 这台全新跑到2.4D混动版车型 在跑了100公里之后 平均车速27公里 得出的实际油耗是10.2升 跟我们表显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丰田不愧是国际大厂 而且这个10.2升的油耗车机 还是在这台车是全14区 配有中央拖身差速器的情况下 车重重达2.4吨蓝牌的一台硬牌越野车 所以我觉得这个成绩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 但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也是丰田这套全新的混动系统的优秀的 高效的动力表现所呈现出来的效果 那么说回这台车的价格 这台车它是售价51.98万元的全能版TX5座 综合体验来看 我觉得这个价格对于这台车来说 还是有点偏贵偏高了 如果它能够在有个5万元左右的优惠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台普拉多其实真的非常值得大家认证考虑一下